大家下午好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第一次来香港 所以说进行这种web3的这种方式 所以说我开讲前有一个简单的要求 就是说大家把思维的话 稍微脱离10分钟到15分钟 不要考虑web3的领域的一件事情 然后再来思考这些问题 简单的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马有星 然后是不断的在做生意 也不算说创业者 然后曾经的话带领整个传媒的一个团队 在抖音上获取过近几十个亿的一个流量 然后也变现超过 超过日均的话也超过百万 然后这个是我第一阶段做创业的事情的时候 做的事情 然后第二阶段的话就转到这个IP跟品牌 跟博物馆之间的合作 然后也是取得了跟杭州博物馆 北京故宫直接的一个授权 然后进行NFT 就是数字产品的一个发行 这个简单讲一下 就是中国一个数字产品的一个 22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规模 但是这个是粗略统计 因为现在的话 整个数字产品的行业 在中国的话已经说 已经有好几个平台方 已经超过了这个200亿的一个市值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规模 还是21年那时候的一个 艾斯艾梅的一个咨询的一个数据 对 然后 还没有 2020年的一个音频用户的一个规模 大概是5.7个亿 像是Clubhouse这种 直接语音的一个交互的这么一个 一个 一款产品 对 对整个素材行业的一个痛点的分析 通过创作效率这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个 制作NFT也好 或者数字产品也好 它整个的一个创作效率是 时间是非常高的 时间成本是非常高的 然后制作效率也是偏低一点点 对 然后场景的话 元宇宙的场景 现在还没有形成整个一个的规模 所以说 国内大多数的数字产品 还是以收藏的一个角度为主 投资的一个方向为主 应用场景的话 会相对较少一点点 然后数字产品的话 是整个场景还没有得到一个 整个的一个 完全的一个应用 国内的用户大多的 圈内的大多用户 还是秉着一个赚钱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 我买一个数字产品 或者我买一个NFT 它能说 短期里面能获得多少收益的 这个角度为主 然后再进入这个行业 然后我们 这个是一个痛点的一个分析 然后其实这个 这整个的一个金融的一个方向 是跟我们大陆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理念 是有一点点背道而驰 也没有说完全背道而驰 只是相对而言的话 它的合规问题会受到很大的一个挑战 对 然后我们大陆的话是 国民经济以投资跟消费跟出口为主的一个 主导的一个方向 对 然后这个是产品 产品形态的话 这个是针对于说 语音社交这一块的产品形态 对 个人的 觉得未来在 在未来AI 就是最接近 接近我们 可商业化的一个 元宇宙的一个形态 但我个人觉得是 以一个AI 眼镜为一个 一个形态的 进入元宇宙的这么一个形态 对 语音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主流 然后头像 可能成为一个 进入我们AI的一个 社交的一个空间的一个 一个入口 对 然后我们的解决方案是这样子的 第一点的话 我们自己研发了一个 AIGC一个单独做 头像领域的一个 AIGC的一个产品 然后通过创作我们的 通过AIGC的一个工具 创造我们的 头像的一个产品 然后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改变这个行业的一个 进入的一个形态 大家都是以投资的角度 进入这个行业 但我们是尽量地把它转成 以消费的领域 就打个比方我们跟网红 合作 对吧 创作他们的一个周边 文创的一个周边 然后以一个消费的角度 进到这个web3领域 对 然后我们提供的一个 应用场景 是音频社交的一个 类似Clubhouse 这么一个的 一个语音的一个空间 然后里面的话 大家的交互 都是比较平等的 就是每个人的头像 基本都是一致的 就没有说 有很强的一个距离的 这么一个感觉 对 然后我们目前也在跟国内的这些 AR眼镜的这些应用商 达成了一个就是 把我们的应用 进入到他们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产品的 一个应用 一个场景 对 未来的话 我们的社交方式 可能会随着这个 AR眼镜的一个 不断的一个推广 跟不断的一个普及跟应用 我们的社交方式 有可能会带来一些转变 对 然后我们是提前在做 这么一件事情 就是通过头像进入到 每个人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 对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产品跟定位 这个是移动端 是APP端跟 我们主要的领域 目前还是在移动端 然后未来的话会在 AR眼镜做我们的一个主要的 一个研发跟开发的一个方向 这边是单独的一个 AI生成头像的一个功能 我们很聚焦于在 头像这个领域 我们其他的NFT的方向 我们都不去做 就是只做头像领域的一个社交 对 然后有技术市场 也有说 我们整个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空间 就是大家要是说 有这种web3行业 因为前期我们会聚焦于 在web3跟AI这个领域的一个 一个交互 一个社交的一个情况 对 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这边 开启我们的这个space 对 也会有很多这种 推特上的一些 web3前沿的这些 比如说孙女城他们在开 或者是说哪个web3KOL在开 都在我们平台都能订阅得到 都能看得到他们在 就是在聊这些web3的这些事情 对 在我们平台上都能看得到 然后我们平台也能自己 就是每个用户也能自己开 他们的一个web3的一个社交空间 对 然后未来的话 还会做一些垂直 一个更细分的一个小领域 就是打个比方 你有持有了我们的一个 无聊员的头像 对吧 那你才能进入一个对应的一个 语音的一个空间 然后这个是后续的一个 增值的一个开发 对 然后我们这个是我们前期的一个 盈利模式 第一点的话是 AI生成的费用为主 是以消费为主导的一个方向 大部分的一个营收模式 是以AI生成为主 60%然后产品的发行 跟交易的一些手续费 对 然后我们也会成为一些 国内主流 这种AI眼镜的这种 硬件商的一个 一个分销商 对 在这个过程中 也会成为他们的分销商 然后在直播领域的话 我们也会做一些 应用跟开发 也会有一些广告 或者说礼物之间的这种收益 对 然后我们的发展里程是 去年三月份左右 然后成立了公司 然后是我个人投资的一个公司 然后组建的团队 然后在今年三月份 开始上线交易 然后一周的时间 就是整个的一个交易量 已经突破一百多万 然后现在平台的用户是六万多 对 对 这个是我们平台上上周的一个数据吧 对 六万多 然后还有一个很核心的一个点 我们平台的一个很核心的点 就是用户获取的成本很低 然后裂变的效率会很高很高 对 因为平台 它是一个平台的心智 在于各个流量 短视频平台跟直播平台 我们都会做很低成本的一个推广 对 资金的一个投放的一个资金的效率 会很高很高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 企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 到今年年底的话 是预计达到三十万 然后不断地往下走 对 然后三年的计划是 第一阶段 融完资的第一阶段 先完善整个产品的一个 更完善一点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形态 对 然后在明年六月份要完成下一轮的融资 对 然后我们的业务拓展的一个时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点是 第一阶段是通过数长 国内叫做数长 因为数长跟NFT之间有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 就是数长的话 它在国内 它在大陆里面 它是不允许用USDT或者说我们这种数字货币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形式 所以说在国内的话是以人民币做结算 对 然后第二阶段就到香港来 就是发展我们纯粹的一个NFT的一个交易 就是到时候会可以用USDT也好 或者说用BTC也好 或者说ETH 所有的这种东西 我们都可以在香港进行落地 然后慢慢地把一些主流的一些数字货币的一些东西也带进来 但是核心的点在于说我们的最前端的流量要足够大 对 然后我们的竞争跟这个定位是这么样子的一个形态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竞争对手 Lensar它是一个图片的一个编辑的一个软件 这个的话最主要就是他们就是聚焦于头像领域的这么一款应用 对 然后OpenSea大家应该都比较不陌生 对 它是一个交易所 我们也会有这种新制 然后Parse House是一个全球的一个音频社交的一个平台 这也是我们在结合里面 然后币安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就更熟悉了 它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但是这个可能会放在我们的第三阶段 就有足够多的用户的前提下 然后我们再做这件事情 对 然后我们平台的定位其实是比较清晰跟明了的 就是我们只做社交这件事情 对 然后主导的方向是以社交为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入点 然后大陆的一个整个市场为一个跳板 然后成为一个web3的一个品牌 对 我们未来也可能会做硬件 AI眼镜 对 这个融资计划是第一阶段 目前这个阶段是释放10%的股权 然后做1200万人民币的一个融资 对 然后融资主要的用途是用于说 我们对接国内的这种主流的这种 这种KOL 明星或者说大的品牌 然后我们最近的一个阶段 肯定是以网红明星 网红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网红的话 他们需要变现 需要各个 就是他们更急确的需要变现 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产品的设计 能达到让他们去用NFT的形式去变现 对 然后80%的一个融资的一个方向 也是投放在市场上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有想这种技术的大牛的话 也可以说 跟我聊一聊 对 因为我自己是做市场跟做传媒的 对技术这块可能没有那么多的 的那个就是经验 对 然后香港本土的一些人才也行 然后这个是近阶段的一个运营规划 就通过 因为国内的话它有很多限制 像是说我们不可能说只做一个APP 或者说一个APP的形式 就能触达到很多用户 那我们可能是通过 打造类似Lensa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头像类型的工具具具夹于在头像领域的一个APP群的一个开发 它获取大量的国内的用户 然后在主流在短视频平台 短视频跟直播平台里面去获取这样的一些用户 然后使用 SPACE这么一个社交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功能 然后进行用户的一个裂变 然后我们大陆的这种头像类的PFP的话 未来的话也是允许它说通过我们平台 扭转到香港的市场 然后形成一个内陆跟香港这么一个联通的一个 不是说数字货币之间的一个转化 是NFT这样子数字资产的一个流通 从内陆到香港 然后整个文化的一个传播 对 然后主要的方式还是通过短视频直播 音频社交 进行NFT的一个传播跟裂变 最最主要的一个用红色的一个 红色的一个字 就是尽快的占领整个用户的一个心智 形成我们自己品牌的一个定位 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对